觀眾朋友們午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警戒疫情特別報導 我是主持人翟軒 特報是從下午的兩點到四點鐘播出 會為您掌握統整最新的疫情消息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邀請您拿出手機跟平板 開啟電腦來搜尋新聞大白話的 YouTube頻道 別忘了訂閱 分享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也邀請大家可以下載 我們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疫情消息 今天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剛剛在中午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情 林長佐去到環南市場 被洗臉 被貪傷是怒轟 說滾 要演去電視演 怎麼回事呢 其實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在人氣點院榜這邊 當然大家非常關注的是說 勞工的紓困現在要在家 投保的薪資超過兩萬四 就可以領到一萬元 另外環南市場 因為這個PCR有四十一人 採檢是陽性的 所以早上的七點半 是緊急關閉了 另外彰化的火災 永消殉職 同袍是這個流著眼淚 來整理遺物 然後揭發了這個倒在浴缸 的最後原因 還有林長佐嗆柯P 其實這個環南市場的攤商 是怒罵他說 你有幫我們萬華人說過話嗎 其實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這個場面 包含了這個市長 柯文哲 包含了這個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們是一行人 都到了這個環南市場這邊 當然也有這個林長佐也在其中 怎麼會爆發這樣子的口獎 我們先來聽一下 好 我們看到這個會長真的是非常的生氣 就在林長佐嗆完柯P還嗆到一半的時候 柯P本來拿起麥克風 要做什麼 做回應 但是馬上會長一把搶過來 怒嗆臨場佐 我們就來討論這個 先來歡迎這個階段加入討論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王上志 觀眾朋友大家好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蔡生好 大家好 好 其實這個會長 他過去 他其實是一直挺臨場佐的 就在這個怒嗆之後 整個記者會結束之後 散場之後 臨場佐 是趕快一個劍步上去 要搭著這一個會長 要趕快好像bodybody 就是要和解一下 因為過去其實這個會長 一直都是挺臨場佐的 記者們就圍上去問了一下 這個會長 就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場面 為什麼會長這麼生氣 會長他有講話 我抄了一下 他就說 過去他選舉我支持 因為他是年輕人 我就看他能不能做事 他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有沒有對得起我這個朋友 你有沒有為萬華做事 他其實非常的生氣 他就說你第一屆有在做事 第二屆有在做嗎 現在我們要的 只不過是要經濟要安全 但是你怎麼感覺好像就出來 在捧中央 在捧什麼的 他就是用臺語來講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他覺得說這一回 他沒有看到林昌佐 真的為萬華做事 就連這個環南市場 他就說過去 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來過多少次 現在你只不過跟我通過一次電話而已 你還記得我們嗎 所以會長的憤怒 我相信反映出來是整個萬華人的憤怒 所以大家對於林昌佐這一陣子以來 對於萬華你到底有沒有發聲 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把尺 這個他明明在講柯文哲說廢話的時候 馬上就被這一個人家下標題說被會長給擊殺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林昌佐只打一通電話給他 他說整天捧中央是在捧怎樣 這個破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中央過去曾經有一度甩鍋說是萬華是破口 這一個是石松良講的話 萬華是破口 萬華人都被污名化 萬華人氣翻了 那時候林昌佐在嗎 林昌佐好像沒有出來替萬華人講什麼話 所以有人就出來喊 林昌佐我們要罷免你 萬華人覺得你沒有在替萬華發聲 我們先來問一下寶寶 其實今天看得很明顯 我可以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其實這個是一個記者傳給我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會長他在柯市長要下車的時候 還去迎接他 然後你們再看一下 他對林昌佐的那個態度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其實從畫面上 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說 到底是誰在做事 那誰又在作秀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非常的明顯 你看在當時石崇良次長公開在這種 國會殿堂上面直接就說 萬華就是這一波的一個破口 那個時候林昌佐人在哪裡 我當時就在節目上面講到 他必須要跟萬華人道歉 怎麼會可以去 就是就像剛剛講捧中央 是在捧安亂你知道嗎 因為明明就已經他 就直接指明你的選區 這個地方就是破口 你不但沒有幫他講話 你還去指責說你看國民黨怎麼可以用這麼扭曲的這個問題來問 然後來這個把石崇良次長導到這個方向去做這樣子的回答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到他這樣子說根本就不對 然後另外就是他在這個現場 其實會長有講到說什麼 有跟這個很多幹部都有聯絡 沒有就打了一通電話 而且他裡面還提到說什麼 會長你有沒有那個打到疫苗 然後這個會長就說 這個疫苗明明就他爭取 怎麼搞到好像變成是他來幫忙爭取 根本就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每次就是 我覺得綠營最會的就是真功偉過 每次當碰到事情的時候 人都整個閃到不見人影 但是每次有這種什麼疫苗爭取到 或是我幫你們拿到口罩或什麼之類的 馬上就出來說是我幫忙了 是我幫忙了 明明就不是 就很明顯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來 其實真的很誇張的地方是 我覺得他就是來 已經敘事待發好要來做攻擊 為什麼 我那時候特別觀察到 在柯市長他在回答記者問題的時候 臨床佐就偷偷的過來 跟陳時中部長咬了一下耳朵 然後陳時中部長就點點頭 結果等到柯市長回答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他立刻插話進來 重點是他手上還自備麥 我不知道那支配客風是 他自己就已經準備好了 還是他們另外有一支麥 因為他們本來都是這個 戰力式的麥 然後輪流獎 就變成是他自己手上一支麥 立刻就直接插話 就立刻就想要直接來攻擊 柯市長 我想要講到的事情是 其實華南市場是在柯P他的任內 他去把市場改建成功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柯市長在任內有做了五大市場的改建 陸陸續續做一個改建 那其實珊珊副市長他也去居中幫這些攤商 去做一個後續上的一個協調 很多疑難紮戰他都去幫忙協調 那那個時候林常佐委員 你人又在哪裡 在這種時候根本就沒有做出任何的幫助 然後一直知道在疫情的期間 你到底真正的又幫他們做了什麼 你幫他們發生什麼 你幫他們爭取到了什麼 然後另外是林常佐還在那邊講說什麼 我本來就已經跟北市府講到了 這一次的這個疫情的事件 要趕快做廣塞 請問這個邏輯不是很錯亂嗎 最剛開始綠營一直在那邊說 不要普塞 絕對不要普塞 不要廣塞什麼都不要 最好就是維持00000加0加0到永遠 這樣子他就是可以維持好 他的一個防疫光環的一個政績 他們就是採取一個 然後那種很鴕鳥心態 如果當時要不是雙北堅持 要去把這些黑樹給塞出來的話 我們到現在整個社區當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 我們不知道這些黑樹在裡面 所以我想跟大家提醒到的事情是 這一次可能看起來 環南市場怎麼又多了41個確診 當然我要跟大家 這個提醒到的事情是 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其實這個是北市府 他在進行清零計畫當中的過程 他必須要去把很多的黑樹 去給塞出來 不然很多錢藏在你的身邊 你可能根本就不曉得 但是他必須要主動的 去把這些人給篩檢出來 這樣子才可以讓大家更安全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出來嗆臨場佐的這些人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身分 他們過去都是挺臨場佐的 他們是跟他是有熟悉度的 過去是朋友的 他就說我看你是個年輕人 願意做事 我是你的朋友 我當初挺你 可是現在這些朋友們 卻選擇在臨場佐要出來拿起麥克風 要嗆市長的時候 他們是一把把這柯文哲 本來要做回應的麥克風 一把搶過來 不猜我聽你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說你不要再秀了 你這個時間點 你不是出來吵架的 你有真的來關心過 我們幾次嗎 你沒有 所以直接是當場 真的是被擊殺 而且攤商真的是非常生氣 攤商就直接說 你不要來演戲 你回去唱歌 真的生氣 就是說要演去電視上演 甚至後面還有這個延長賽 就好幾個攤商圍過去 就說我那時候跟你講說 要替我們萬華爭取疫苗 你有沒有替我們爭取疫苗 那時候我跟你講 他說有有我有爭取 那個是已經後來 我們已經爭取到了 你在那邊說你有 所以大家感覺上 那個怒火是一直延燒的 延燒到後來 林昌佐他自己在臉書上面 有出來道歉 但是道歉下面 我看網友們 還是一片這樣子刷 就是說你真的沒有 在為萬華說什麼 在三加十一 萬華被污名化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說些什麼 這個鄉民們說 你這個無法流言氣詐 你只在同溫層裡面取暖 還是大家照樣出聲 剛剛說的這個爭取疫苗的 就是這一位 他就直接過來繼續嗆 繼續罵 昔日的朋友 現在不是反目 不算反目 是已經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看 他說在這邊 他覺得他自己情緒控制不好 他就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他會有這種這種不耐的發言 跟大家說聲道歉 他反正前面講一下他的立場 他對於市政府的一些批評的立場 然後後來他就再繼續講 他就說現在 他對於這個會長的一些批評 他還是願意接受 可是PTT的鄉民們不接受 他說你只能在同溫層取暖 臉書還不讓人留言 被嗆了才知道原來外面的世界 烽火連天 何不食肉米標準禮後煮 也就是說現在不只是萬華人 網友們也都看清楚了 看破手腳了 其實我想 其實在今天這個發生之後 這個我雖然不是那種你知道 就是幸災樂禍的人 但我不得不承認 我真的是大快人心 然後而且你知道這種感覺那種 要怎麼說 當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 真的是在萬華地區當中 無論是民眾黨或者是國民黨 就是下個念頭 就是趕快可以準備推出 下一任的候選人 新的人選了 我想這個都是所有人 大家共同的部分的反應 我們都說其實民意及天意 但是民意基本上是很模糊的 但是每次我們只要感受到 那種基層 真正的基層民意 基層的聲音 基層的當面嗆聲 你知道其實我在看那個東西是 像那個會長 你知道我們在台灣人是這樣子 你可能在背後說人 批評人 可是你要當面說一個人 叛孝 那個是非常非常強烈 下一個就是三字經了 我想那個嚴重性 那個憤怒度 有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記者們還去問他說 那你現在對林長佐說 在幫你們爭取你有什麼看法 他就說你再問我就要不要髒話了 他說他的憤怒 已經是累積到這種程度了 要知道其實這個會長的部分的角色 他可不是一般的攤商 其實像在環南市場地區 像他這樣子的會長角色 他完全是八面玲瓏 不只是跟太陽商本身 我想這次在所有疫情過程當中 都知道台北市政府 做了很多的部分的防疫措施 然後甚至跟衛福部 城市中那個地方 其實步驟 步調有點不一樣 其實這裡頭最大的統合者 並不是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衛福部 最大的統合者 其實就是環南市場自己本身 這個會長跟他們自己 內部的這個部分的體系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非常長袖善武 影響力非常深遠的人物 那麼這不只是他自己的部分的 感受跟意見 剛剛這樣講 其實還有很多後面都忍不住 錯擁上來 林昌走在這一波當中來講 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烙印的印記 作為一個非常無能 尤其對於萬華本身 落井下石 還不只是在說三道四的 這麼樣的印象 已經深深的烙印在 他的執政的部分的 這個痕跡之上了 其實要知道 我想其實我們 我雖然並不是歧視 或者是看不起 這一些影視的明星從政 其實在過去影視明星從政當中 其實無論過去有夜起天 有像余天這些 其實他們當然一開始 也會有點怪怪的 就是說我們因為明星的行業 是一個非常需要自我陶醉的 然後真的是要愛作秀 這就是明星行業當中的本質 可是進入到從政的 包括衛民服務 那麼在媒體的聚光 在社會的話題的這種 波蘭的這種起伏當中 他們還是要找到切入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過去夜起天 或者是余天 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有點落場 可是你知道他們都是 非常努力的修正 大概特別是到第二任連任之後 其實表現都真的沒有話說 然後你跟林昌左剛好相反 他真的是越連或第二任 連任之後是越做越糟 然後其實會長剛剛講的 直接指出說當時 之前是怎麼樣 選舉的時候整天來 你知道求爺爺告奶奶 可是現在連任之後 只通過一次電話 我覺得政治人物的現實 這種現實可比的 這種連口是所有人 最受不了最看不起的 林昌左在這一次 尤其是萬華的這個事件 被污名化過程當中 我們看得到政治人物 最可恥最醜陋的嘴臉 對啊 所以他難怪會說 你為我們中正萬華做了些什麼 你對得起我們猛假人嗎 我們今天 剛剛指揮中心最新消息是說 今天本土的病例是新增了 57例 1例境外 又增添了15死 累積到目前為止的話 現在這個累積的死亡人數 是已經來到了668人 保證你怎麼看 這個網友們罵成這個樣子 網友們已經也不留情面了 過去可能他們在網路上面 PO文的時候 下面會是同溫層 同溫層當然是過來 就在那邊講說 委員辛苦了 你什麼好棒棒 你這樣做 可是他現在也關閉留言 就是可能也不敢面對 真的第一線萬華人的怒火了 我說老實話 雖然他不是民進黨 他算是無黨籍 但我必須說他 我就把他歸類在綠營裡面 好 他現在 我覺得綠營有一個 非常糟糕的一個習慣 包含像我前一陣子 看到民進黨的議員陳怡君 也是瘋狂三流言的那種 就是三流言然後封鎖 反正他那邊就是只要一言堂 他說有一些人身攻擊 我必須刪掉 並不是人身攻擊 我看其實很多的留言 都只是向他反映說 你說的這個不是事實 只是提醒他說 你應該要更改一下臉書文 但他不願意接受 全部都刪掉 他連北市府副發言 黃靖營學姐的那個留言 流了五次全部都刪掉 那個陳怡君議員 他是這樣子做的 那我後來去觀察了 有一些議員 我就不依依點名 但是現在看到林昌左 他已經沒辦法去面對外界 給的這些批評的聲浪 所以他直接選擇 不要讓你們留言了 現在就是要一言堂 所以我覺得現在綠營 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獨裁的 那種集權的那種感覺 他就是沒辦法去接受 其他的聲音 寶寶過去 包含像林昌左他們這些 其實在網路聲量是非常高的 現在怎麼好像風向一轉 網路上面是這樣虛報 他們的聲量 已經好像不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時是一片叫好 現在網友們竟然都是 搗戰的這種方式 因為很明顯 他以前就是一直在那邊反黑箱的 那現在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 你為什麼不投戰裁判 你為什麼不讓政府願意來公開 這個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 那這不就是黑箱嗎 你已經完全就是把你原本的初衷 都已經拋棄掉 不管是他或是有其他幾個 現在是五黨籍 以前在時代力量的很多好幾個 全部都是跟以前的那個初衷 都已經完全不同了 而且是已經讓人家覺得說 你原本的那個思想在哪裡 你原本的那個宗旨在哪裡 你原本從政的那個初衷 到底在哪裡 我怎麼看不到 現在看起來就是 你不是站在人民這邊 他現在看起來明明白白的 就是告訴你 我就是跟中央站在一起 連這一次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根本就像剛剛講的 會長以前或是攤商以前 跟他都是麻糬麻糬的 都是挺他的 怎麼會弄到現在 我都快要跟你反目成仇 那一定是你知道心很痛 那個是我就是很無奈 覺得我以前那麼挺你 你怎麼可以背棄我們 對你的一個期待跟期盼 我覺得那種心裡的感覺會更糟 因為其實原本網路上 有一些風向在說 這個會長會不會是什麼 柯寒粉還是什麼 就是原本想說 他會不會是什麼有柯派 然後後來發現不是原來 他就是原本挺他的 就是Freddy的朋友 所以看到這個 今天這個會長怒嗆的時候 這個林長左就是乖乖在那邊聽著 他沒有辦法反駁任何一句話 他一定是在平衡的 他一定可能會武漢 就是有個女人的 他一定是在平衡的 他心裡une 所謂的